在奥运首日比赛当中呢 还有让人吃惊的一幕 就是在一场跳马资格赛当中呢 法国体操拳手萨米尔艾特意外骨折 而且伤势也很严重 加速跑 起跳 空中躯体翻腾 这次萨米尔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迎来一次完美的落地 重重地摔倒在地 左小腿部分向外 弯曲了90度 瞬间袭来的疼痛感 让他忍不住用手捂住了眼睛 表情十分痛苦 随后赶到的医疗人员 对他进行了急救 在简单的处理之后 他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 现场的观众集体起立向他致敬 萨米尔艾特纪念26岁 是法国队内一名重要的 全能体操运动员 也是队中的夺牌希望 原本他还将参加 本届奥运会调环 自由体操等六个项目 就在这场跳马比赛之前 他刚刚以自己出色的表现 取得了调环比赛的决赛资格 而这次意外 也使他提前告别 李渊奥运赛场 事实上 这并非他第一次 在国际大赛中殷商退赛 在上届伦敦奥运会上 他也曾因摔断了右腿 而遗憾退赛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